那个今天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叫Ltag 就是苹果的那个追踪器 它是通过那个周围苹果设备 然后获取到这个Ltag的一个位置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在苹果手机里面的查找的功能里面去 那个找到这个Ltag 这个东西可以放到你的书包里面去 或者自营车或者电动车 或者那个跟你的耳机挂在一起 然后如果你的东西丢了的话 可以通过它来定位你的那个丢失的物件 然后把它找回来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三方的并不是苹果的 它那个可以通过那个苹果的 Apple Find My Work with Open Find My 这个功能去那个找到它 它这里写的是全球电位防丢器 这个超常续航全球电位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丰富 比如说书包、行李箱、那个这个是汽车钥匙 这个是那个卡包、自营车、还有这个行李包 还有这个阅读器 都可以给它那个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贴在那个你想要仿丢失的那个物件里面去 然后就通过那个Apple的 那个Apple Find My 这个功能去查找 这个东西它会 它不是联网的 它是通过周围的苹果的那个设备 然后通过他们的通信去定位它的信息 假如这个东西丢到了一个荒郊野外 那么就很难定位它的信息了 因为周围没有那个苹果设备 在大城市里面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它 因为大城市里面 周围都有非常多的那个苹果手机 如果在偏远山区的话 就可能找不到了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之前我买了一个自行车 然后骑出去 因为要吃饭嘛 还有逛超市啊 就是把自行车那个锁在外面 非常担心那个自行车被人偷了 所以今天就买了一个这个 我把准备把它那个装在自行车上面 然后就让自己更不用那么太担心嘛 就是多一份保险 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个博主 就是他去看电影的时候 他那个耳机丢了 就是苹果手机 苹果的耳机丢了 但是他那个耳机是跟这个绑在一起的 钥匙扣 后来他就通过这个 去定位到的他那个耳机的位置 最终通过报警的方式 那个找到了那个人 就是捡到他手机的那个人 然后那个手机的人就说 他说他捡到那个耳机之后 在门口等他等了很久 等到没有等 就是没有等到他 所以他就走了 那个博主说 一看他就是说谎 如果你捡到别人的东西 为什么不交给工作人员 要自己私自带走呢 还说他等了很久 没有等到他回来 他就把他带走了 后来经过警察的协商 就那个放过他了 就是就是把这个耳机 归还给那个务主 然后就放过他了 而且警察还要求那个务主 给那个捡到他耳机的那个人 说说声谢谢 真的很搞笑 耳机